大家好,欢迎收听升级一普通话频道,今天是2023年12月20日,星期三,昨天,甘肃发生了6.2级地震,官方说有127人死亡,但是实际上在外面传出,说已经有700多人丧生。 甘肃省临夏州基石山县在星期一深夜11时59分发生6.2级浅层地震,震源深度为10公里,至此昨天造成了甘肃和乡邻的青海两省友127人遇难700多人受伤。 甘肃有15万栋房屋损毁,青海的明河县村庄出现了罕见的沙涌掩埋。 20多人失踪,现场气温低至零下15度,这么冷当然是会阻碍救援工作,也降低了被困者生还的机会。 习近平已经指示了全力救灾,解放军和武警已经派出了部队救灾,但是事情却出现了大量的争议, 据说在远在临省的西安市也感受到剧烈的震动。 试想一下,甘肃和青海两省地震,竟然在陕西的西安也感觉得到,可想而知地震的强度多厉害。 新华社说,昨天傍晚,两省灾区的电力以及通讯已经抢修完成, 重灾区基石山县大河家镇的大河川广场搭建了过百个帐篷,正在发放从各地运来的物资, 基石山县县城的海拔有2300米,是一个高原,预料在未来几天仍然可能会发生五级的余震, 有人说,地震发生在晚上,而且还是零下低温,黄金抢购时间或因低温而大幅缩短, 据说这次地震造成了甘肃113人遇难,536人受伤,有155393栋房屋损毁。 甘肃的重灾区集中在农村,伤亡多数是村民。 大河家镇的陈家村支书记陈文表示,目前全村有超过八成的房屋损毁,不能入住。 然后是青海,青海海东市有14人因地震死亡,198人受伤。 明河和巡化等县区有部分房屋倒塌,在遭遇沙涌的明河中村乡金田村,主要道路几乎全部被泥土堵塞,金田村有36户房屋被掩埋。 中村乡已经有20人失联。 央视引述了地震台的高级工程师韩一言的话。 他说,这次地震引发明河县中村乡出现的沙涌,是地壳振动导致地下深处有含水的沙土出现强烈的液化现象。 结果涌了上来,沿着通道被挤压到了地表。 由于现场淤泥数量太多,非常松软,清淤泥搜救很困难,当地的水坝也被冲毁。 所以,昨天没有水供应。习近平只是全力救灾,国务院也派出工作组去灾区指导救灾工作。 武警和解放军积极配合地方救灾等等,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向两省预播中央自然灾害资金两亿。 其他公司如腾讯、小米、京东、比亚迪、网易、苹果等科企宣布捐钱赈灾。 国货运动品牌安塔、李宁、特部、红星尔克等也会捐钱捐物资。 春秋和吉祥两家民营航公司宣布免费运载救灾队伍和物资。 明星也准备捐钱。 这件事有人说,其实在地震之前已经感觉到有问题。 但是中共的专家迅速出来辟谣。 说没事,大家不用怕。 例如,有大量乌鸦飞过。 他们说,没事,这是乌鸦的习性。 也有人说,当地有一些地方冒出不明的白烟。 结果也是说,没事。 是自然现象,而且这次官方公布的6.2集究竟是真还是假。 有很多人表示质疑,为什么? 因为甘肃的村民说,几十年以来都未经历过那么严重的地震。 而且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是零下十几度。 很多人要露宿室外,这就更加严重。 而且最严重的是余震。 因为地震之后会有几百次余震。 而且在那么冷的天气下,灾民要在户外抵受零下十几度的低温。 地震发生的时候,有的学生在宿舍飞奔下楼,连外衣也来不及穿。 很多人穿着短裤逃命。 甚至有的人还只是穿着内裤。 在零下十几度的室外,学生只能够焚烧书本树枝来生火取暖。 大家想一下也知道,油很严重。 还有人只是裹着一张棉被,冲到了楼下。 今天,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,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,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?在视频描述中查看,特别折口连接。 这次连在西安也感受到了甘肃的地震。 可想而知,有多强烈。 连咸阳也有强烈的地震感觉。 西安文理学院高新校区的学生宿舍在地震的时候。 因为宿舍门没有打开, 学生最后被迫砸碎了玻璃才成功逃出来。 网上有短片显示。 在高校宿舍的大门聚集了大量的学生。 学生不停向宿舍呼喊。 阿姨,地震了,快开门。 学生们个个焦急万分。 他们一直都打不开门。 原来是门锁换了人脸识别。 而且有两扇门。 要过了两扇才能打开。 管理员说,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是不准打开门的。 在情急之下,学生直接用桌子椅子砸烂了宿舍的玻璃门。 砸碎了之后,学生才可以逃到宿舍外面。 这件事其实也很严重。 万一地震把学校震塌了, 这些被锁住的学生就会好像去年的乌鲁木齐大火一样, 只能死在里面。 而学校到处都是层层上锁, 有80%至90%的安全通道都上了锁。 这就等于是根本没有安全通道。 出事了,根本走不了。 然后就是叫他们开门又不开。 还说要向上级汇报。 层层请示。 等你请示完了, 里面的学生可能已经死了一大半。 他们的眼里只有领导。 让领导先走。 学生的死活根本不管。 这就是人跟畜生的分别。 一群人被当成弑畜生一样来管理。 正如武汉肺炎一样。 当作是朱温来治疗。 跟当年的乌鲁木齐大火一样。 根本跑不出去。 所以最大的原因不是天灾, 而是人祸。 还有一件事, 就是原来iPhone有地震预报功能。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身处地震带, 所以我们不知道, 这次的地震就有iPhone的用户埋怨。 说其他品牌的用家一早就收到了地震预报通知, 但是这次iPhone竟然接收不到。 网上流传了一段影片。 有网民抱怨, 说有七部iPhone手机都没有办法接收到地震预报通知。 而苹果的客户服务员表示, 像是这种地震预警需要跟当地政府申请, 暂时可以先下载一些第三方的预警APP。 我们的系统工程师会收集客户的需求, 因为iPhone要跟政府申请。 而苹果的系统没有提供地震预知的通报, 用户只能够下载其他的程序。 所以, 实际上你会发现, 中国政府就算知道有地震, 也不会告诉你, 甚至会出来辟谣, 最终人民就会白白地死在地震睡梦中, 因为有时候会晚上地震, 睡到一半突然间楼塌了, 消失了, 所以每次发生天灾都显示出了中共的没人性, 人民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工具, 他们从来没有尊重过人民的生命, 明明有的专家已经出来警告了, 但是他们甚至还出来辟谣。 说没有这样的事, 他们一方面希望维稳, 每一件事都不要乱, 但是当社会越是发生灾难的时候, 就越是温家宝的那局多难兴邦, 当灾难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, 人民就会忍不住, 不知道中国人民还要过多久这样的苦日子。 我们在昨天看到地震的时候, 还有大量的中国人在微博上说, 为什么震央不是日本, 希望下次震的是日本, 所以不看都不知道, 中国有这么多的人渣, 但是越是讲这些话的人, 就越是有报应, 地震就是挑你们来震, 现在在全国到处都出现天灾人祸, 这两年的天灾人祸完全没有停过, 北方的雪灾也很严重, 北京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15.5度, 是北京在最近几十年来最冷的天气, 连天津也是零下十几度, 要知道天津很少会那么冷, 现在整个北方都置身于在冰雪之中, 新疆, 内蒙古, 东北地区甚至到了零下40多度, 值得是听到了也会腿软, 连甘肃和青海也已经零下十几度了, 所以情况真的是十分严重, 全国要用多少燃油去暖, 要用多少天然气取暖, 穷的人交不起供暖费用, 只能够挨冻了,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,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, Patreon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,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,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